我们在这里 9月中旬台北领堂庆祝65周年堂庆 从一间教会 如今世界各地遍布530间的分堂 让福音踏入超过50几个国家 也连接跨宗派的教会 让台湾走在上帝国度合一的旅程中 当时感动就是用网络 那网络是 其实是一个比较生命的连接 比较是意向的连接 比较不是组织跟行政的连接 因为周牧师跟周师母来到林良网络以后 那么他们除了以前的功能以外 那么他们也跟别的网络 还有别的教会的网络 或是别的宗派的网络 也能够挂在一起 所以一个网挂一个网 所以范围就越来越大 等于变成国度了 那林良堂也是一个 很愿意给出去的一个教会 不会因为他们教会人数多 就很骄傲 他很愿意谦卑 来连接服侍众教会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就彰显了 领受意向 不仅在台湾深耕 更将福音传向列国 因地制宜 云用不同的策略在各地宣教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是 从彰化开始 然后就临近的乡镇 以及是主要 人口比较多一点的开始 然后慢慢的就扩展出去 从G12改变成为AMG12 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牧养 同工团队 牧养职场的人 所以职场的领袖 也成为我们的门徒 所以我们是透过牧养门徒的方式 来让教会更加稳固 更增长 我们运用一个策略 就是招募当地的策略 因为感觉到现在时代不同以前 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 很多的蛮光地区 很多本地的工人 已经都预备好 只要我们给他们适当的训练 给他们适当的资源 他们立刻就可以传福音 来建立教会 世界都是神的家 这样的意向 延续了1952年 从上海来台 创办林良堂的赵世光牧师 普世宣教的负担 除了职堂 从2008年开始 透过建立社区福音中心 服务每一地的居民 来转化城市 这样的发展 让教会更贴近社会 了解一个教会 一个local church 它一定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责任 就是它对这个社区有个大的改变 有个祝福 你需要在那边转化的话 你需要不是一年 不是三年 可能你需要十年二十年 那个地才转化 我相信林良堂一定不只是像 传统的教会变成mega church 或者说到处开分堂 我相信一定会发展更多面向的 更多元的各种不同的教会 而能够带动整个华人的教会 你知道我很感谢 我不需要当那个最厉害的 可是我就是当一个受惠者 然后我高兴欢喜的领受 从他们而来的这个恩高跟祝福 给予青年人舞台 藉由不断的沟通与了解 不仅承接上一代的理想 也让新的元素可以融入传统 他们帮助我们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他们有些事情 他们不一定了解或是不一定搞得懂 但是他们却没有因为不懂而被冒犯 他们在不懂的情况下 他们选择是去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去沟通 其实我们常常在服饰上 会遇到很多长辈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去信任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说 他们不信任我们 或者是我们不敢讲述我们真正的想法 可是在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的时候 你就会能够去分享的更多 也会让我们关系变得更好 我随微向你却为大 无论不是教会来联结 也不是哪一个领袖来联结 是神来联结我们 是神给的意向联结我们 让教会为大 透过神的意向连结灵良大家族 让上帝在这个家掌权 让这个家伟大 神的家伟大